万众瞩目的亚运会终于开幕了,而广大篮球迷最关注的当属南篮的比赛,毕竟中国南篮一直以来都是亚洲篮盘的,不过最近几年,南篮的战绩却并不理想,特别是去年夏天的亚洲杯上,中国南篮面对澳大利亚惨败的26分无援四强,创下了历史最差的成绩。 虽然说中奥之间确实有着很大差距,但之所以输得这么惨很大程度上,是因为南篮只判出了自己一半的队伍出征,本届亚运会也是如此。 这个一分为二是姚明上任后的重大改革,顾名思义就是把原来的国家队一分为二变成红蓝两队,其中两队的主教练分别为杜峰和李南,他们二人从现有的国家队和CBA联赛中选拔队员,并且采用的是蛇形排位法。 就是A队教练先选第一号球员,然后B队教练选第二、三号球员,然后A队教练选四、五号球员。 以此类推,他们二人分别选中了自己心一的队员,组成了实力相当的球队,蓝队有一间联合郭艾伦二人带队,其战力更强一点。 而红队有周琦和丁燕宇航带队,天赋更好一点,两队都有着独自的教练团队,训练也是分开的,并且在这两名间的所有大赛,都是两支球队轮流出战。 这样对于老球员来说减少了受伤的风险,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独促他们努力。 对于年轻球员来说增加了很多锻炼机会,并且增长了大赛经验,之所以实行这样的举措,还是因为杨明退役后难难的轻狂步,接连续两届奥运会议场分赢,甚至在亚洲接连输给韩国、菲律宾等队,失去了亚洲霸主的地位。 放眼当年的国家队阵容,全部是那帮老球员,以广东包为主,占据了国家队的半数名额,然而他们却经常爆出消极训练等负面消息。 年轻球员虽然也有带CBA轮为了外援的天下,他们根本没有太多的机会去展现自己的天赋,而现如今分成了两个队,基本上简单的比赛派红队去打。 因为红队里的年轻球员比较多,可以接此机会断裂一下,并且从中选拔两眼的人选,而难度稍高的比赛就派蓝队去打。 毕竟有国内第一人意见连压阵,无论从经验还是实力上都更未尝大。 而明年的世界杯和后年的奥运会,红篮两队也将重新合体为一支国家队,近时也将淘汰一大半人,能留下来的无疑不是实力和天赋俱佳的球员。 按照当前的效果来看,两支球队的大赛成绩虽然并不离小,但很多年轻球员却崽露头脚,这对中国篮球的发展也是件好事,而明年的世界杯也将在中国家门口举行。 作为东道主的中国男蓝,必将冲刺八强甚至更好的成绩。 唐哥预测明年的12人大名单将是,内线,毕建连,周琦,王哲林,胡金秋风县,丁燕宇航,里根,阿布都沙拉木,周鹏后卫,郭艾伦,赵基伟,吴钱,刘志勋。